尹亚即将要满一岁生日了 动物园要帮这位人气明星 办这个路跑比赛 生日当天还会请日本主厨 准备限定版野菜蛋糕 不过呢 在动物园拍摄的短片当中 可以看到尹亚虽然在这个登大廊 但是呢对小时候的玩伴 情有独钟 看起来相当可爱 滑头一头埋进小时候最喜欢的玩伴 圆子模样朝起卡华语 满嘴的水 圆仔喝足了来个倒退路 这招是他最喜欢跟水盆君玩耍的招数 一屁股坐进去 但圆仔忘记自己已经登大廊 屯尾差很多 卡在水盆里头动弹不得 塞进去 背叶旁的保育员取笑 已经十个多月大的尹亚 其实自从六个月大后 想要塞进水盆就已经相当困难 但尹亚依旧情有独钟 水盆君还是他的最爱 他妈咪圆圆一起啃竹子 7月6号即将买一岁生日的银亚 远方前的日本甜点主厨 适则安耶 准备用竹子玉米粉 做成限定版的野菜蛋糕 还好找举办路跑比赛 要庆庭这位动物园人气明星的一岁生日 记得陈欣顺利爱 台北桑莫的